好 另一個焦點我們來看到 現在兩岸的外交烽火在起嗎 好 因為在10月7號這一天啊 傳出我駐南非代表處在舉辦國慶酒會 但是南非政府就以電郵的方式來通知 要求駐管要簽出首都 而且是以10月30號為搬遷的實現 並且就說了沒有任何協商的餘地 好 那我們的行政院長卓龍泰他就說了 所有外交人員還有外館的人員 值得更多的鼓勵 相信他們非常努力爭取中華民國主權的尊嚴 那外交部說目前他們還在持續進行最大的努力 但是根據了解外交部長林佳龍指示了外交部 研你的反制措施 包含也是要求南非駐台灣辦事處呢 好 要搬出要簽出台北市 也研議要嚴審南非的人士他們的簽證申請等等 但是大陸外交部他們就說了非常表態啊 非常讚賞好南非這樣的一個做法 他們說是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強調台獨部的人心 必將失敗 好 所以國民黨立委李彥秀就說了 前總統蔡英文出訪歐洲之際 就傳出南非政府要求我駐南非代表處 必須要在月底前要簽出他們的首都 顯見賴總統上任之後 兩岸未來在外交戰場上的烽火 恐怕只會變得越來越烈 好 那前外交部長胡志強他也說了 這就是一個警訊顯示中共對我方的打壓手段 已經是超越斷交了 因為連對一些非邦交國都是不放鬆的 那前駐紐約大使借文集他說要求簽出代表處 這個等於是降低我方與南非的外交關係 所以這更凸顯出了外交與兩岸關係的 連動影響 那政治大學的外交系學獸黃奎博他也說 以我國目前的外交處境 被打壓才是常態 那這件事情可以讓大家更精確的看待 我們的外交空間 究竟現在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那我們也來看到聯合報也提到了 中共解放軍的環台軍演才剛結束 那10月17號就傳出了南非政府 疑似配合對岸向我國施壓 要求我國的代表處要簽出南非的首都 甚至還選在代表處正在舉辦國慶酒會當天 來告知這個收入的意味是十分的濃厚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聽一下借大使的說法 這個事情你說已經一年多現在才知道 那我是覺得你去求助什麼76個5理念相近的國家 有什麼用 這個是你跟南非之間的關係 你跟南非跟這間關係有沒有認真的在發展 有沒有認真的讓這個關係 讓南非會覺得很真實 我們也不要妄置菲薄 我們是有力量的 我們是有力量 當人家想說哇 你給你給這個什麼 一個一個國家叫什麼 立陶宛 不管你沒有直接給他十二億美金 可是你為了他花了 編列的十二億美金的這種預算 那人家說那我們之間的關係 對不對 你的立陶宛也沒有任何邦交 對後錯列 那為什麼他拿到那麼多資源 那我們之間的話請你給我一些幫忙 你為什麼不行 這些國家他可能說你行不行搞一些工廠來臺灣 來我們南非設廠 我可能想要跟你們這些電信業各方面 我也想發展一下 你有沒有認真回應 你有沒有認真還在發展南非的關係 我覺得這些關係都是一分根與一分收穫 你上面不重視你就完蛋 反求諸己檢討自己 那林佳龍這個反制措施 那你南非駐台北辦事處也遷出台北 然後你看到 這是最愚蠢的做法 這是最愚蠢的做法 我跟你講 我們的外交處境從來沒有好過 對 你說十年前我們跟南非關係會好到哪裡 也是壓力很大 為什麼現在都會爆出來 你你什麼 你只要一件事 就說中共打壓 那你什麼責任都沒有 我是最反對這種說法 就是躺平了 我看到很多斷交的案子跟在困難的時期 我們還建交的案子 就四個字 事在人為 你什麼都要怪啊 中國倒打打壓 我告訴你十年前二十年更 更這個好手段更厲害 沒有說現在就不厲害 所以預言一下接下來是不是就是像這個胡前部長講的 就是我們的非邦交國家會一個一個類似南非的這些做法呢 會嗎 我是覺得我是覺得中國大陸事實上的話 他也不會用太大的力量來做這些事情 利益不大嘛 你反正已經沒有邦交了 你一個代表處放在首都放在郊外 差別不大 從法律上來根本就沒什麼差別 那這個問題會關係會搞成降級到這種程度 我覺得 我一直覺得事在人為 就是說你主旗市的 你是不是真正抖非洲 非洲業務的人在主旗市 還是你搞一個什麼音樂家 什麼什麼什麼指揮家就可以出去做代表 對你這樣一弄就完蛋了 這個每一個地區 每一個雙邊關係 他都有很多專業的知識跟經驗在裡面 你覺得不重要 你隨便派個人 對不對 他去那邊就官大學問大 坐在那邊 就以為事情就可以 正常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